嗨 大家好 我是霍兒 之前我在日本打工度假的時候 有介紹那邊文具工廠的宿舍 後來搬到東京之後 也有開箱那邊的住宿 那我現在是在加拿大這邊打工度假 然後我現在住在溫哥華這裡 我這一集想要來開箱一下 我現在住在溫哥華這邊的房子 我已經搬過一次家了 現在這個是第二間的家 之前有住過一間就是別的地方的 在這一集裡面也會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做比較 那我現在住的這一間呢 我都把它叫做鬼屋 因為我真的覺得它超級像鬼屋的 不是真的有鬼 我覺得等你們看完我介紹影片之後 就知道為什麼我會叫它鬼屋 我現在先走去就是整個大門 給你們看就從大門進來這樣的樣子 這個大門出來就是大馬路這裡 剛好有一台公車經過 然後那邊有公車站台 前面那邊也有 所以整體來說它這個地理位置還算蠻好的 很方便 這個是大門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外面有很多很高的樹 家的大這邊的房子好像都蠻多這樣的 你看到前面對面也是很多的樹 然後那個樹裡面就是別人的家 他們都用那種樹來圍住那個家的門口 然後這個是大門 一開門馬上看到你鼓鼓雞 門口一進來就直接面對這個庭院 然後那個房東他們有養雞 給你們看 好可愛的那個雞 咕咕咕 咕咕咕 咕咕咕咕 它總共有五隻雞的樣子 現在看到三隻 然後這個雞呢就是 它這個裡面 是那個小他們那個雞的家 裡面也有公雞 咕咕咕 超可愛的 你們看那些雞正在吃飼料 而且這個房東人很好 他們還會餵那個蝦人海鮮給他們吃 所以那些雞你看 長得超肥的 肥滋滋的 我現在住進來這個第二個家 他們這個房東是一對夫妻 然後他們好像是香港人還是福建省人 我有點分不太清楚 因為他們會講廣東話 又會講英文 然後又會講中文 但他中文就是口音很重 有時候我都聽不太懂他們在講什麼 加上他們年紀很大 就大概六七十歲 所以就是我有時候會 需要很仔細聽分辨一下 但是大致上還是可以溝通的 而且他們人很大方 還不錯 也不會管我們就是這些訪客在做什麼 所以我覺得坐在這裡挺自由的 從這個大門這樣走進來 它有這種小小的石頭 但是這個小小的石頭 有時候上面好多基石喔 雞位在這邊大便 走路的時候要很小心 那我現在走進來的這一個地方 這個裡面它是我的另外一個室友的家 我必須要先開這個門 然後再走進來 登登 好的 接下來給你們看一下 我住的這個公共環境的區域 這個門一進來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那邊有一個電燈 就唯一的那個電燈 就是亮了整個公共環境的區域 然後 因為我現在是這個開門 所以有點亮 如果我關門的話 大概就是這個亮度 然後這邊有一個 就是 從來沒有使用過的一個 算廚房嗎? 它也沒有抽油鹽機喔 就是這個鍋子呢 不是我的 也不是我室友的 就是不知道什麼 之前多久以前的人留下來的 就滿髒的 滿噁心 上面全部都是灰塵 然後這個瓦斯爐也不能使用 它就是擺在這裡擺好看的 然後這邊有這個 微波爐 然後我這個旁邊呢 住了一個 就是 大陸人室友 他是山西省的人 一個女生 然後 我真的覺得 我希望他不要看到這一支影片 因為呢 我覺得他真的 有他在嗎? 他好像不在 他很 就是衛生習慣非常非常的 不是很OK 給你們看一下 你們看到這個桌上 這個全部都是他吃完的餐盤 碗筷 還有他吃完的這個碗 全部放在這裡 然後呢都沒有馬上吸 他會放個兩三天 然後整個這個環境都是充滿著 他那個食物的味道 在這個公共區域環境裡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這一個左邊這邊是他室友的房間 所以這邊都是放他的東西 然後呢 在右邊這邊就是我的房間 所以這邊也就是放我的東西 這個山西室友呢 他有一個習慣 就是他不用洗衣機洗衣服 他也不用烘乾機烘他的衣服 他都是用手洗的 所以他只要用手洗完 他也沒有就是去脫水 他就直接就是掛在他的門口這裡 然後有些可以掛的地方他就掛 像那個門把 或是這個門把 可以掛的地方就掛 甚至他有時候都還會掛在這個 有沒有 吊燈上面 他也可以掛衣架 但我剛才說就是 這一個是我房間的門 所以他沒有脫水的情況 他衣服吊掛在上面 那個水會一直滴滴滴滴 然後滴到我的這個地板 所以呢 有一兩次 就是我開門出來的時候 會差點滑到 因為我不知道外面在滴水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就是我沒有看過有人這樣操作的 如果你今天要掛衣服 你怎麼會掛在別人房間的門口 然後還滴水 然後也沒有用水桶去接 你沒有想過別人走出來的時候會滑倒嗎 其實你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環境真的不是很OK 它是很髒的 你們看喔 這一個 電線這邊全部都是蜘蛛網 超多蜘蛛網 而且很髒 然後 這邊燈光有一點照不到 反正那邊全部都是蜘蛛網 然後呢 這邊也都很髒 這個地板 都很髒 反正這是公共區域嘛 然後接下來 往上走 你看這個地毯 上面都黏著頭髮 很髒 超髒的 然後這個椅子全部都是灰塵 接下來帶你們看一下這個 這是什麼 公共的洗手台 這我不知道它到底是煮菜的地方還是什麼 然後它這邊就是有一個洗手台 然後這個桌子很黏 黏黏的油油的 超噁心的 我都不敢 就是我連想打掃的動力都沒有 然後我一來的時候就是這麼的軟 就長這樣 然後這邊是可能是室友的洗碗精 然後還有那個肥皂 這邊全部全部都是那個3C室友的東西 我的東西呢 就只有這個卸妝棉 免洗眼睛藥水 跟這個盒子 然後還有洗面乳 牙膏 牙刷 就這樣 就這樣而已 然後這個洗手台旁邊有一個門 這個門是別人的房間 然後它這個是 是繁瑣的 然後在別人房間 它也不能過來 它也不能就是來我們這裡 我們也不能進去 它就變成一個牆壁的概念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毯 這真的有夠長 那個角落有時候很多的蜘蛛網 這樣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垃圾袋 這個是室友的垃圾 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好臭喔 然後就是它的那個托把跟掃把 接下來給你們看這個廁所 登登 這個廁所 很小吧 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浴室 我們是沒有浴缸的喔 這個浴室就是這樣而已 它就是一個聯盟頭固定在那裡 然後這樣可以沖長 就這麼窄小的一個空間 然後就一個水龍頭 左右冷熱的這樣子 然後也沒有放那個沐浴乳 還是什麼的地方 就這個角落可以放 超級小的 而且你們看 就是我不曉得透過鏡頭 可不可以看到有頭把卡在上面 有時候就是 這個角落還會有蜘蛛 很大隻的蜘蛛在那邊結網 然後有時候蜘蛛會在這邊爬 但是我進來看到都會把它打死 你們看這個磁磚的地板上面都是頭髮 就房東也沒有在打掃 然後我們也沒有在打掃 所以它日積月累 就很髒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出來的地毯 這個地毯我從來沒有用腳去踩過它 我都是這樣跨過去 跨過來 因為這個地毯上面很多蟲 我不曉得就是住在加拿大 就是這邊他們的很多地板都是地毯 地毯上面夏天的時候會有蟲 那個蟲 就是在台灣很少見 我有見過 但是很少 那個蟲就是 它會爬很快 你們不知道那個蟲是什麼蟲 我也沒辦法Google給大家看 反正它那個地 就是這個掀開裡面有很多蟲 然後呢 我之前就是在上面採 就是想把那個蟲採死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個蟲呢 它還是會從這種地板的這個縫隙裡面 鑽出來 超噁的 你們看這個地板都是頭髮 真的超噁的 都是頭髮 然後很髒這樣子 然後再給各位看一下這個馬桶 這個馬桶呢 看起來裡面是乾淨的吧 但是我剛來的時候 全部裡面都是發霉 都是黑的 所以我拿那個刷石去刷 然後買那個藥水回來噴 是我清潔了這個馬桶 真的很噁心 然後為什麼沒有鋪垃圾桶 你知道因為呢 就是那個3C室友 它之前就是月經來了 然後我好心就是鋪了 因為我看怎麼沒有垃圾袋 我就鋪了垃圾袋 它就一直把那個衛生棉 就是一直丟在那個垃圾桶裡面 但是它的衛生棉沒有包起來 它是整個攤開 你可以完完全全看到它的那個經血 這個是非常倒位很噁心的畫面 即便我是女生 我看到我都還是覺得很噁心 然後它一片又一片 就是各種 新紅色 或是深紅色 或是咖啡色 然後就是 你可以看到各種顏色這樣的寫 然後在那個垃圾桶裡面 然後它因為經血又會飄出一些味道 就是啊~~ 真的好噁心喔 然後呢 我後來就是 我也不清理那個垃圾袋 就有一天它好像已經滿了 很滿了 它終於把它包起來 它去丟掉了 結果我發誓 我再也不去鋪那個垃圾袋 因為我真的很怕它又丟了什麼東西 然後到時候我要去清理那個垃圾桶 就好噁心喔 好的 接受完這個公共區域的地方 以及剛才那個洗手台 還有浴室廁所之後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很認同 我剛才一開始說的 我現在就是住在一間鬼屋的地方 很多人都會問說 欸?你家住哪? 住在哪裡?什麼的 我都沒有講說我住在哪裡 我都直接說ghost house 我之前跟他說我住在鬼屋 我真的 你有沒有覺得真的是 雖然沒有鬼 但是光那些蟲子 光那些蜘蛛 然後這些髒 我覺得比鬼還可怕欸 那接下來就帶大家進來我的房間囉 連開個門都好 就是很很很卡有沒有 我真的覺得住在這裡 唯一最正常的就是我的房間了 大家看到外面這麼可怕 可是可能應該沒有想到我房間 我真的覺得我房間好溫暖喔 應該說很溫馨 房間門進來的後面可以掛東西 有掛毛巾還有褲子 然後這個就是我的床 它底下有一個床墊是房東他們提供的 那這個床墊我覺得很噁心 所以我又拿了一個棉被來鋪著 當著我的床墊 然後底下就是放了一些箱子收藏 它這個高度超高的喔 比一般台灣的家庭來才要更高 就是我這個是可以這樣 整個這樣做上來的這樣子的情況 然後床的上面它有這個櫃子 這個櫃子我覺得超棒的 它是白色而且它蠻乾淨 就是可以讓我收納很多的東西 這邊有放之前有這個業配的 Hello Kitty的東西 然後那邊還有放一些我的私人用品 然後在這個門進來的旁邊還有一個門 這個門呢裡面是衣櫃 它裡面有一點多衣服 這是我冬天的衣服然後夏天的衣服 我一樣有去買一個芳香的放在裡面 它也是薰衣草的 然後也是可以除蟲然後除蜘蛛 上面有放了很多的背包 然後一些其他的 其他的東西 然後下面就是放行李箱 然後還有衛生紙啊 有的沒洗衣精有的沒的 我可以說它這個衣櫃裡面的空間其實很大 你們看 放了很多的衣服耶 很大耶 這個空間蠻大的我覺得很棒 在衣櫃旁邊這個是房東提供的一個移動式的一個小桌子 這小桌子它有兩層 它沒有提供一個鏡子 原本這個鏡子是放在那個書桌那裡 那我實在是想不到我就把它放在這裡 欸意外發現喔 我在這邊吹頭髮然後還可以變造鏡子 那在這個上面就是真的放一些雜糧 接下來介紹我這個書桌 他們提供的椅子呢其實我沒有很喜歡 但是也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是木頭椅做起來硬硬的 所以我就去買了一個坐墊 還可以綁著 然後可以這樣坐著 那如果想要靠著的話 就坐在這個椅子上 然後背靠著很方便 在這個書桌上面它還有一點燈可以亮 但是現在是白天 我就先把它關起來 給你們看一下我的書桌喔 這是之前就是 喔就是我上個月去爬富士山的棍子 然後還有去東京 在秋葉園拿到的這個扇子 喔因為在那個溫哥華這邊的房子 大部分很多就是都沒有那個冷氣 如果不是新建的話 舊的房子都不會有冷氣 只會有暖氣 因為他們冬天非常冷 但是夏天的時候沒有到很熱 即便我現在在拍影片 我都沒有開冷氣 沒有開電風扇 我沒有UBI電風扇 所以我在東京就是特別拿了一個這個 路邊發的這個扇子 如果很熱的時候就在家裡這樣扇 超特別的話 這是就是在台灣是不可能的事 就是在台灣或中京 日本夏天一定要開冷氣跟電風扇 可是在溫哥華的夏天 現在七八月 我從來沒有就是吹電風扇 沒有開冷氣 這邊本來就沒有冷氣 就是真的氣候真的很舒爽 看一下我的書桌 我很喜歡這樣的擺設 就是這邊有我最愛的 星巴克的杯子 然後還有之前業配這個 HELLO KITTY 它可以放那個杯墊 然後這個是我在加拿大 溫哥華這邊有一天 就是在那個市中心有個市集 變成一個這個向日葵 超可愛 這是假的向日葵 然後就把它放在這裡 看起來心情好好 然後我又再去別的市集 買了一個植物 多肉植物放在這裡 因為他說這個也可以 它有一點毛 所以基本上它可以驅趕蜘蛛 這是我的筆墊 然後這是我剛才吃午餐用的餐點 然後我有買一個高腳杯 有時候我會喝一下紅酒或白酒 這是我之前在日本買的 就是紀念 就是雖然我現在人在加拿大溫哥華 但是我心還是很喜歡日本 所以我還是會在我的桌上放一些 就是日本的東西 你們看呢 我現在坐在這個書桌前呢 然後用著我的筆電 陽光照進來 然後如果再喝一杯咖啡 有沒有很像我就是自身在咖啡廳的感覺呢 我不需要去星巴克 不需要去其他的咖啡廳 我現在這個房間的環境 就很像那樣的氛圍 這是我超喜歡的地方 接下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東西 我剛才有提到 就是這個床是房東他們提供的 但是之前已經很多人睡過了 我不曉得是誰睡 我就覺得有一點就是想要把它換掉 所以接下來想要為各位介紹一下 就是有一個床墊 它叫做A馬的床墊 將將 這個是A馬的床墊 它寄來的時候就是一個大盒子的包裝 裡面是有真空的唷 所以我現在就把它來開箱 我剛才開箱的時候發現它有附這個刀子 算是刀片 因為它這裡面是有真空包裝起來的 需要去把它割開 超級重的啦 我居然一個人有辦法 扛上來 唉唷呀 因為我很怕它就是一拆開的時候 它就整個噓 膨脹 所以我必須先把它放在床上 然後再把它隔開 讓它在床上膨脹 A馬床墊 來自德國的設計研發 有兩種款式 一個是獨立桶的床墊 另一個是經典記憶棉床墊 這一次我體驗的是經典記憶棉床墊 收到的時候是以捲包床的方式呈現 捲包床其實在歐美很熱門 捲包床在運輸之前 床墊會先被機器壓縮 外層再用塑膠包裹真空密封 可以大量的減少運輸時佔用的空間喔 擦開時被壓扁的捲包床 會需要一點點的時間來膨脹 大約要等待15分鐘以上 才能完全的使用喔 Yeah 鋪好床墊了 這個床墊好厚啊 真的很厚耶 看一下 這個厚度 現在新鋪好了超開心的 而且它這個很厲害 它一打開的時候 它完完全全沒有塑膠味耶 完全沒有什麼味道 就是它上面這個棉的味道 真的是太安心了 哇好軟喔 經典記憶棉的床墊軟硬度落在7分左右 中度偏軟 雖然Emma的床墊不算硬 但它的支撐性卻很強喔 睡起來的感受是 躺在床墊上又有點彈回來的感覺 Emma經典記憶棉床墊的舒適層 總共有3層 最表層十分的柔軟 可以很好的緩衝你的重量 而中間的記憶棉層很貼合身形 支撐層則提供了背部 腰部還有臀部良好的衝托 因此睡起來的感覺 會覺得身體大部分的壓力都被釋放了 然後呢我發現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就是我現在的這個相機 GoPro它是有架那個腳架的一根柱子 然後我放在這個床尾 然後我現在坐在床頭 可是你們看 可能你們 我現在這樣晃 然後它那個螢幕我不確定會不會這樣晃 但是它的相機沒有倒掉 通常如果一般其他的床 如果你在上面這樣蹦蹦跳 那個相機可能就會跟著晃晃然後就倒掉 但是你們看 它居然沒有倒耶 頂多晃了一下 好厲害喔 我應該來拍照給你們看一下 我是怎麼放那個相機在這個床上的 我現在用這個高腳杯裝了一杯水 然後放在這裡 然後我坐在另外一邊測試給你們看 真的可以我呀 好可怕 你們看我現在爬上來 它還是沒有倒耶 它雖然會有一點晃 但是它還是不會倒 你看我坐在這裡 它還是沒有倒 它這個座的材質真的非常的棒 所以如果你是雙人床的話呢 如果你和你的另外一半就是睡在同一張床 那你半夜起來去上廁所 可能另外一半都沒有感覺喔 因為它這邊的 你在這邊的活動 不會影響到旁邊的這個人 我覺得超厲害的設計 另外廠商還贊助我的床單喔 另外還有一個很厲害的特點就是 A馬床墊它有很強大的抗干擾 以雙人床來說 左邊的人起床了 右邊的人他不會感覺到床鋪上有人在活動 包含床墊也有無噪音的特色唷 如果你或是你的另一半是淺眠的人 那我會非常推薦改換A馬床墊來體驗 分家提供了100天的免費試睡 以及10年的保固 更好的是可以免費的退貨唷 另外廠商還有提供 他們的枕頭 這個也是真空的 所以要把它打開 原本捲在一起的 現在打開的時候 它這個就會整個彈開來 好舒服的感覺喔 像A馬德國品牌這麼高級的床墊 價格居然很親民耶 大家一定要來體驗喔 我將訂購連結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請大家一定要去看看 介紹房間和床墊完之後 我想要帶你們去看看一個地方 我剛剛說這個房子它有前門 然後它也有後門 帶你們去看看那個後門 這個樓梯上去是房東的家 還有其他室友的家 然後這個下去是洗衣服的地方 看一下這個樓梯 好像鄉下的地方喔 然後這裡面有一些果銀 然後這個洗衣機和烘乾機 其實很高級耶 我覺得它每次都把我洗得好乾淨喔 但是它這個環境就是蠻髒的 你們看這個電燈 旁邊有蜘蛛網 然後這個地板 真的都很髒 然後這個就是 房東他們這個家的後花園 這個是後花園 我們種滿了雜七雜八的 不知道是水果還是什麼菜 你們看這個倉庫 堆滿了很多的東西 然後我們的垃圾就是丟在這裡 也要做支援回收喔 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門 然後門外面就是有他們停的車 哈哈 以上我的溫哥華第二個家 就介紹到這裡囉 我好像都沒有說 就是這個家的租金是多少 我上一個家呢 它的租金是950元加幣 然後現在這個家呢 看起來怎麼可怕 很像鬼屋的地方呢 它其實超便宜 它只有550元一個月 我就是因為想要存旅費 所以我住在這麼便宜的地方 然後雖然有一點 就不是是非常的噁心 但是針對我的房間 我是住得滿開心 滿享受的 反正有失必有得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一定要按下訂閱 按讚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下一支影片再見 掰掰